需要烤箱不需要吉利丁 甚至不需要鸡蛋的布丁 首先我们需要一个即使烧坏了你也不心疼的锅 网锅里加入100克的黄油 下去 开大火虚张绅士一下 然后再转小火就够了 这时候可能有人要说了 这么多黄油 别怕别怕 我做的份量比较大 估计有6-8人份 所以人均下来等于 小火使黄油融化后 加入100克的普通面粉 稍微搅一搅 接着少量多次的加入总共一升的牛奶 在这个过程中用蛋抽使劲的抽奶糊 一开始可能会出现一些小疙瘩不服气 没事奶它一口再抽 再奶再抽 这个比例到最后 没有一颗小面疙瘩 堵了掉蛋抽的爱福 所以不用担心 友情建议 用不锈钢蛋抽的同学 千万不要用糖磁锅来进行这个步骤 否则 等到小疙瘩大疙瘩全部消失后 加入65克的糖 诶 别怕别怕 我刚刚说什么来着 弹幕跟我一起念 人均等于 没有热量 你看弹幕里那些说没有热量的 都是从来不自欺欺人的小瘦子 角质这种 你感觉奶糊好像有一股隐形的力量 在和你对抗的时候 就可以关火取大碗啦 嗨我这不是为了 好刷锅嘛 把奶糊常温放置30分钟 这时候我们来准备一下焦糖层 准备20克的淀粉 然后加入200毫升的水 勾一勾 这个需要提前准备好的水淀粉 接着取出不粘锅 加80克糖 开小火 用你在这个冬天练酒处的玩雪技巧 把白糖扑扑匀 这种长得跟小硬币一样的小雪球 当然是朝着你喜欢的人丢过去了 等到白糖全部融化后 这时候注意了 记得提醒你关心的人战术后养 哎 你们跟我过来一下 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后 加入10克的水 用剩下的那只手快速搅拌 好啦 现在可以放心的把你们放回去了 这时候加入提前准备好的水淀粉 你会发现焦糖怎么都结快了 不要怕 只要你继续搅 神奇的事情就会发生啦 马上你就会得到一盆焦糖果冻状流体 取出刚刚的奶壶 把焦糖层缓缓的倒上去遮涂 室温再放置30分钟 然后一份短短的奶布丁就可以吃啦 一时找不到家里的大勺 所以我拿了饭勺给大家看一眼丝滑的质地 放置30分钟的奶布丁整体还是很温热的口感 但是奶味万分的浓郁 比牛奶冻简单 比烤牛奶快速 如果想要制作那种布丁 也可以先制作焦糖层 30分钟后再倒入奶壶层 像这样 放上一个大小适中的盘子后 然后就翻车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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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想要制作这种布丁的小伙伴 要记得把它放在冰箱冷藏至少两个小时 才可以翻过来哦 其实这个成功的布丁已经被我吃了一半了 满餐过后甜味会降低很多 但是它更短了 嗯 所以到底好吃吗 嗯 嗯